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贸易经济特区的一个表达看法 那我们是就这个概念跟理论我们是支持的 新竹县市是目前全台湾最高度发展的科技重镇 今天开放自军区以后 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今天的IC产业的机密外流 再对于说我们中国与中共做生意 对方只要一个不高兴就可以把你的经费就抽走了 那您之前也是中科管理局的局长嘛 中科管理局负责的 那对于我们今天新竹的产业的部分 我希望县长要有负起责任 去守护我们Label in Taiwan的IC产业可以吗 可以 在另外在那个资金区里面的这个租税 租税的部分光是连对方的公司要来 外资要来今天都不用缴税 我们自己的公司设在台湾都要缴税了 不要说外资设在台湾还要缴 都不用缴税 我认为这个会造成我们新竹县的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税务的部分 希望杨县长多加考虑 另外也不希望杨县长私底下签任何的协定 不经过我们议会的同意可以吗 我想这看什么内容 如果是正式的我们新竹县政府要跟任何人要签重要的一些法案的话 那照规定该提到议会我们一定会提到议会 好谢谢县长